合一文化傳承舞團帶來精彩 螢光觀將街舞表演 為啟動儀式揭開序幕 2023寶生文化季將傳統廟會習俗觀將 與流行街舞文化加以結合 象徵寶安宮致力傳承傳統廟會習俗 並與時俱進融入新興元素 今年更以創新意證舞動台北為主軸 規劃開羅 嘉信系 民俗義證會演 放火師 三線裡等一系列的精彩活動 今年特別找到他們是年輕的朋友的街舞 那街舞用這種傳統的人物來扮演 這個也是很特別 所以我們就是每年會有一個新的構想 所以特別找他們來 我們也邀請南部的很多像八家將等等 這個宋江鎮他們來表演 在台南的宋江鎮都是宮廟的 並不是職業團體 所以都是年紀比較大的一些維尚 他們來扮演 那是真材實料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來觀賞 每年的放火師都是差不多按照過去的那個模式 都一直有稍微給它加了新的東西 那就是除了火師本身之外 在地面上以前過去是有放火火壓 但是現在我們是用其他的這個像煙火來取代 那也是蠻精彩的 我們都是邀請這個過去歌仔戲一般 在台灣就保護盛名的 尤其也是受到文化部的福祉團隊等等 像最近在傳藝中心演出的秀琴 他們也會來演出 然後我們特別重視像那個藍洋 藍洋歌仔戲 這個是宜蘭的特色 還有這個漢洋 這個漢洋如果不給它再演出的話 可能會消失掉 所以我們這個都是優先讓他們排進來 民政局長陳永德表示 今年邁入第三十年的寶生文化祭 與傳統廟會不同之處 在於引進藝術美學元素 讓廟會活動有了全新風貌 寶生文化祭因為是 我們台北市非常重要的一個宗教的一個活動 那時間也長達快兩個月 舉辦快三十年了 而且非常具有我們地方的特色 然後宮廟文化的傳承結合現代的藝術 我們廖董事長同時他是一個藝術家 也重視這個宮廟的傳承 不當是一個慶典 也是一種文化的活動 然後因為有人的參與 就讓這個活動會帶來很多的一波波的高潮 很多的表演 很多的頂陶 很多的慶典 各式各樣不同 就是吸引很多的民眾 能夠引領一波一波的高潮 帶動我們現在的一個宮廟文化 但是一個文化的傳承 是一個慶典 同時是一個文化藝術的美學的呈現 我希望這個活動 藉著我們今年寶生文化祭即將的開羅 禮拜天就要登場了 希望大家多多來參與 2023寶生文化祭從4月23日到6月19日 長達一個半月 將打造台北廟會活動的新指標 讓台北的宮廟文化 多了一份藝術美學新感動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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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